而肌肉發展遲緩 網紅媽嘆得到外地找公園玩 這個公園 我們一直期待著它的誕生 因為它有很特別的迷宮 然後前面還有一個石頭的流滑梯 希望說可以在這邊看到 就是不一樣的遊具 這是桃園市才設立不久的公園 住在桃園的親子部落客又麻 高興的帶著10歲兒子遊玩 因為她過去總是得帶著孩子 去外地找公園玩 因為她的手部肌肉力量不夠 所以我們就會帶著她去 多去玩這樣子的一個遊具 或是攀爬 那你們要去哪裡嗎 我們比較常去的是桃園的虎頭山 我們其實去了台灣很多地方的公園 好像沒有太大的改變 就是數十年來一直都是差不多 同樣這樣子A套的遊具 然後同樣複製到B公園也是一樣的 就是遊具很單一化 你覺得這個公園好玩嗎 不好玩 這麼說 反正你喜歡玩什麼 我喜歡玩盪秋千之類的 所以你家附近站中間多嗎 不多 幾個你算得出來嗎 兩個 兩個 有些家長看好孩子到初前就會制止 或者是說對滑梯的時候 孩子會有需求 希望說可以趴著溜 或者是躺著溜 有不用的玩法 然後藉由這些玩法 他們可以得到一些不同的快樂 然後可是呢 就會有家長就會反應就是說 你這樣子會去影響到其他的孩子 孩子透過玩對他們來說 其實能力可以無形中增加了很多 那很多時候其實是大人忽略掉 然後反而去影響到孩子的發展